砂锅米线就是一个人的小锅狂欢 你们吃砂锅一般都吃什么口味的 这个看着红油没有这么的夸张 但是它的火锅味怎么那么重啊这个 吃完火锅的再吃泡椒的 觉得清爽了不少 我觉得豆泡主要加粉面里都不会太差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为了一个爆辣的砂锅米线 早起的小锅 这两天练腿练得有点狠 走楼梯都走不动太难受了 坐这吧 有人在刷家儿女的那个前面的BGM吗 我看谁又在发我的视频 这边点的这一块是泡椒滑肉的 加了肉圆子加了豆腐泡 你看这是里面的滑肉厚厚的 这边是火锅牛肉的加了蟹柳 它里面放了很多豆芽呀还有海淡什么的 你们吃砂锅一般都吃什么口味的 那缩一口吧 饿得不行了 这火锅味好重啊 像是我吃火锅的时候涮粉条的那种感觉 这个看着红油没有这么的夸张 但是它的火锅味怎么那么重啊 粉也很Q弹 它的火锅的料铁给了一个这个 这有点火锅的汤料 尝一下里面的这个牛肉 沾满了辣椒的蟹柳 好辣呀这个 好像在吃火锅一样 我感觉吃这个比吃小面还显磕睡 汗都给我吃出来了 这边的牛肉不错 嗯 我来个粉状吃 它里面是有黄豆面和辣椒 这应该算我的早餐啊 吃出了一种火锅串串的感觉 而且它 比这个牛肉量还挺多的 嗯 最近国庆里面 都是选择在家还是出去玩呀 我就是最败臭肉的那拨人 别人过节我在家 别人工作我出去 这是大片的蟹柳 沾满这个辣椒 好 那这为什么有个马路边边的招牌啊 这是联名吗 嗯 接下来吃我这碗 泡椒的 这碗真的很大 你们看下 这个是泡椒里面的滑肉 嗯 吃完火锅的再吃泡椒的 觉得清爽了不少 好烫 西芝豆泡 这个我不敢放到火锅里面 它太呛了 放到这个里面 它豆泡的汤汁直接给我吃上头了 就里面的 加的肉丸子 加一个刚刚那个火锅味的蘸料 沙锅米线就是一个人的小锅狂欢 最近吃辣太退步了 所以我在网上买了好多爆辣的零食 到时候给你们做一些爆辣的挑战 看我还能不能勇夺我的吃辣小能手的汤汤 咯咯 看一下这个豆泡 我觉得豆泡主要加粉面里都不会太差 加螺蛳粉里也很熟 他们家其实我入锅好多次了 每次人都太多了 赶上饭点不想来排队 今天早早的起来了 饱 thread 这里就是担不赖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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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算国庆结束了之后买点月饼吃一吃 然后再出去旅游一下 不好跟你们错风 我们这一餐吃差不多了 你也需要好好吃饭吗 好好烧火 喜欢小绘就要给我点点关注哦